你怎麼可能知道 一個好好的家被毀滅的痛苦 你也不可能明白 每天被當成過街老鼠的感覺 這種仇恨對於我來說 每天都是進行事 就算他被全世界唾棄 我也會挺身捍衛他到底 好小子 那如果揚言聽到這番話 他一定會很感動 我以人格擔保 他絕對沒有背叛祖國 更沒有出賣自己的良心 也許受傷只是個藉口吧 只有這樣 他才能徹底 離開這個他曾經深愛 又狠狠打擊他的肌腱權 我再也不想遞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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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麼知道 突然想過來看看你 怎麼這麼肉麻 我知道了 拿了冠軍 這個人看上去是比較穩重了 嗯 你怎么了 有心事 扣得怎么样 当然很好了 你也拿了冠军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嗯 怎么样 走 嗯 我们上好了 嗯 你就当我的外套 我就当你的暖宝宝 嗯 冬天真的是一个是个谈恋爱的季节啊 以后我们就当彼此的暖宝宝吧 嗯 嗯 你记不记得你在集训的时候跟我说过 我当你的教练 你就当我的剑 我记得 嗯 这次你比赛我没参加 我以后都不会再学习了 好吗 你怎么看上去这么不开心啊 你是不想我当你教练了 嗯 不是 你看你鼻子都冻红了 还是赶紧找家店买家货点的外套吧 咱们这黏着没法走路 走 快去看看前面 你还愣着干嘛 走啊 好看吗 哎 请问一下刚刚在这儿的那个人呢 哦 那位先生刚刚付了您身上这些衣服的钱 先离开了 离开了 对 你看见他去哪儿了吗 嗯 这个我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啊 哦 好 谢谢啊 对不起 义伙 昨天发生了很多事 我需要有点时间静一静 原本应该亲口和你说 但是见了你 看到你开心的样子 再见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来 我们的约定 没有办法被你实现了 什么事啊 喂 姐 你们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